经佛寺大门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 天王殿里面除了共奉尼勒菩萨外 两旁还塑了四大天王像 那么四大天王手持的宝物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王殿 在我右手边第一个是广木天王 它的右手握着是一条龙 左手的话是握着颗宝珠 广木天王右手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跟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 11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舅舍握的是宝珊 北方多文天王 有名皮沙门 表示要多听多文 是教我们除了多看外 还要多听多文 这样才能增长自己的见识 在广学多文的同时 要保护自己的亲近心 不要受污染 北方多文天王 右手拿的是宝珊 左手握神鼠 勇于制服魔众 护持人民财富 我现在在我右手边看到的第一个呢 是持国天王 手持的话是琵琶 东方持国天王 以为慈悲为怀 保护众生 护持国土 雇名 持国天王 持国天王手上拿着的是琵琶乐器 表明他要用音乐来使众生 皈依佛教 然后右手边第二个看到的呢 是增长天王 他手握的话是一把宝剑 南方增长天王 增长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求进步 与时俱进 乃至我们生活品质 也要往上提升 这才是佛法 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宝剑 宝剑也是表法的 表明他要保护佛法 不受侵犯 四天王手中所持的法器 又被象征为分条与顺 南方增长天王 手持宝剑 象征风 东方持国天王 手持无弦琵琶 象征条 北方多闻天王 手持宝伞 象征雨 西方广目天王 手握一条蛇 象征顺 所以只有真正的明了 清楚这些含义 一进天王殿 看到这些塑像 就等于给自己上了一堂 有意义的课